不然妳一直比肩合行 大家一直覺得平行沒有問題 因為平行就是兩條永遠沒有在橡膠的直線不是嗎 但是以飛機來講 或是以我們雷達上來看很近耶 你說塔台 每個都給我放三十秒一分鐘 你就會打電話去罵他 不可能這樣啦 不可能這樣 這樣我們做不出來啦 嗨我是丹丹 嗨我是Jimmy 我們是不是上一次台片應該已經兩年了吧 那現在Jimmy也是在那個競場台服務 現在是主管的主管嗎 以後棒的名字 我是主管 我是主管下面那個小總管 是主導 命當那時候跟你一樣 對他也是主導 他也是主導 但是他比我晚生 對這是選贈 只是說我比較老 我比較老你意思啊 最近台灣機場又變成紫生單跑道 先記得又是先關北北跑道 對 最近又要關 已經關了 已經關了 只剩下一條了 所以其實我們享受兩條的時光 其實蠻短的 很短 很短暫 可是現在疫情只剩一條其實也還好 本啊 真的很夠 真的很夠 他們要划清要划很久 對 像我們那時候14年15年 就已經體驗過這個 就是14年前 南跑道關了一整年嘛 然後關完再換北跑道關一整 其實我們航空也很開心 欸為什麼 因為就可以拍飛機啊 他永遠就是那一條 你就拍得很小 就不用轉來講 就不用跑來跑去 修完南跑道 再修完北跑道 然後後來整個兩條跑道 終於可以一直用 為什麼 當時就有在討論 這機場的跑道到底應該要用 就是 紅河模式 還是要 就是 起降分流 你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那個分流跟破合是什麼意思嗎 像我們桃園有兩條跑道 我們如果在做起降分流的時候 一條跑道只能攻落地 一條跑道只能攻起飛 混河模式就是 這一條跑道可以攻起飛跟降落 都可以起降 就是 這是我們以前作業的方式 14年15年之前一直都是混河 我們也是混河模式 沒有做過分流 所以修完之後開始討論說 要不要分流 是 而且後來就真的分流 對 16年底還是17年的時候 對 我們有些事情一段時間 對 然後那事情的時間 可能只有上我們一段 下我們一段 就是我們找 就是有個時段性的 對 我們找行情比較多的時段 運量比較多的時段 所以才會可以發揮它的效率 其實我們開始有點反彈 你知道為什麼反彈嗎 因為 習慣了嘛 已經習慣兩條跑道運作 同時都可以起這樣的運作 行機本來就是挺難面的 那我把它帶到北邊 它是不是在地嗎 地上會更跨越 然後有時候我們要安排 我可以穿插 有時候我們 我們雖然不能平行進場 把兩條跑道 但是我們可以做 比較近的隔離 比如說 我前面這一下是弄 動物左跑道 後面這一下是弄 動物右跑道的 我兩個 我就不用管它 紀錄亂流 對 對 所以我就可以做最低 我們的雷拉隔離 只要是在海裡就可以了 喔 對不對 可以穿插 北 南 東無左 東無右 東無右 是不是都三三三三 那我是不是這三價 我就說 我們現在先不搞得起 就說 單純私心的 就是說 以進場台 天上明顯很多 我要趕快讓它落地 然後我最經濟 最有效率的 就是三三三 那我是三價 我只要用到六里 我就可以把三價 消化掉了 但是以台來講 就像你講的 他立場有危機要走 那怎麼辦 混合模式的時候 他還很累 因為我要看 進場中的跟我這個 離場夠不夠啊 萬一我放不掉 他又重飛那怎麼辦 對 是不是兩個會變 這個疊在一起 我們俗稱太空縮嗎 看我都不是一直想 像你這樣 這個是我們最怕 遇到的 所以你這樣鎖起來 塔台的人 會比較喜歡 就是 是一起 可是你們進場 那塔台應該有分兩拍 對不對 地面行 其實以 DELAY來講 我們是希望 飛機盡量在地上 也不要在天上DELAY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 MISS MOE的話 因為塔台要放飛機 進哪兒都不能連續 帶很進給他 一定要做DED 對 這樣的話 有時候不見得 對天上的飛機 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我們用分流的話 他就是 無理無理無理 全部落同一個進去 然後這次起飛 就一直連續起飛 飛機落的時候 這樣也比較有效率 嗯 他說如果是分流 就是一條起一條落的話 所以就無腦放了 他就不用管那個落地了 可是你們 不會分說比如說 前面飛來那家是747 後面是738 你們就會稍微 要要 更遠一點 呃 你說兩個起飛的嗎 對 兩個都是放起飛的 對對對 那就是考慮紀委 亂流隔離就可以了 對 就是還是會看 就是兩分鐘 可是兩分鐘是不是很久 如果今天兩架都是738 就不用隔到兩分鐘吧 比較小的問題 兩個就沒有 沒有紀委爛流的問題 對啊 不用考慮紀委爛流 因為紀委爛流就兩分鐘 但是 這個兩分鐘就不是因為 紀委爛流 所以現在 那兩分鐘是規定的嗎 規定 書裡面規定 在我們進場台運用的是雷達隔離 假設你今天塔台兩架 你說不會撞嗎 對不對 因為不是隔離啊 這兩個不會撞啊 但是他換給我們之後 嗯 我們就沒隔離了 因為我們至少有三台雷隔離 左右 哦 懂嗎 所以今天就算是分流 就是好像是起飛 不會說只是一條跑道隔離 會等兩分鐘 讓你們有 讓進場台有一個 一度可以去做隔離 不會說他一起飛 他考他離開跑道隔離 你可以再起飛 哦 那當然不行 對 這樣又會有我剛才講的問題 在他手上看起來是OK 但是一換出來 就不到三海裡 對 對不對 至少要三海裡 至少要三海裡 嗯 你說塔台 每個都給我放30秒 一分鐘 你就會打電話去罵他 不可能這樣啦 不可能這樣 這樣我們做不出來啦 我覺得要做分流齁 其實我覺得 優點多於確定 但是我覺得一個前提就是說 我們航行量要夠多 而且 夠平均 不要說 我現在這一段 這個時段全部落地 那你這個 起飛這條跑道 對 起飛這條跑道 對 你沒利用到 如果假設今天 跑道是一起多 一定就是用北跑道起 因為它比較長 不是耶 以桃園機場來講 就是考慮到重飛的問題 所以還是以 北面的落地 南面的起飛 是最最優的 因為它重飛程序 就會造成一個佳教 可是我是兩三 一樣啊 兩三 好現在倒過來 兩三右 跟兩三左 那還是靠海的落地 靠海這邊落地 靠山這邊是起飛 這是 重飛的話 靠海是右轉出去 也是有佳教 所以我們的Favor就是 北面的落地 南面的起飛 靠海這邊如果重飛的話 它可以直接在程序上 它在離開8810 就轉彎了 就可以跟這個起飛的 這條跑道有初始隔離 對我們考量了點 不時常度 那如果是像你剛才講的這個狀況 那跑道落地 對要重飛 然後這邊正好北跑道放一個貨機 起飛兩個 是不是兩個一起 手牽手 對 這樣就有危險 就有危險 就是平行還是有危險 至少有那個佳教出來 才是有隔離的 不然你一直秉肩而行 但是平行沒有問題 因為平行就是兩條 永遠沒有在相交的直線 不是嗎 但是以飛機來講 或是以我們雷達上來看 很近 對啦 其實說 以我們桃園機場來講 這兩條跑道 這條的間距其實符合 可以獨立平行進場 尤其我們現在有五邊席 我們的設備 其實我們有條件可以做 但是目前並沒有 還沒有 沒有 法規上並沒有允許我們這樣做 我問完了耶 OK了齁 我不能問太多 我希望你還可以再來啊 我知道這也很願 但這還是希望你可以來 好我要前面囉 拜拜 拜拜 這第五集耶 第五集啊 對啊 然後我記得我們講May Day嗎 對啊 第五集講May Day 好妙喔 不是五月天好不好 對啊 我們還有唱歌 唱五月天的那個什麼 什麼 四分道月球 四分道月球 然後我們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主唱 被關在西雅圖 他在西雅圖 他移民去西雅圖了 播音耶 他都念台幹嘛 他也是 他不是他是蛋將 他蛋將了 那你叫他叫一下 學妹是怎麼去寫 你也是蛋將在幹嘛 對啊 我跟他講過啊 他完全沒有聽過 跟知道 台灣地上有分流這件事情 很扯 我那時候說 你知道台灣地上怎麼一起 然後他說 有嗎 他應該都會半夜的 所以說半夜的時段 我們不會分流啊 他有聽到他有鬼 半夜分流 他們就說光香港跟台灣 離香港就帶的蠻近的 然後台灣就隔離都很 就比較距離都會比較常 因為這樣覺得 我覺得第一 就是說 法規 這個是可以講嗎 可以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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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還剪掉